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3月18号 星期三 美籍华人叫彭雪华 在周二 其实今天我们现在刚过12点 在今天被判的入狱4年 罪名是非法充当中国政府 代理人传递美国国家的机密信息 彭雪华57岁 2001年持临时签证 临时的商务签证的入境 来了就没想走 06年就结婚 成为了合法的永久居民 拿到绿卡 2012年9月入籍 等于规划入籍了 然后2019年的11月 也就是去年的11月 他已经认罪了 然后周二的法官 根据他的认罪协议 做出了判决 认罪协议里面还包括了 要支付3万美元的罚款 认罪协议 也就是说不需要去庭审了 他自己认罪 认罪协议一般来讲 给你的deal还都是不错的 就是说刑期比较短 罚款也比较少 如果你坚持上庭的话 那么你要是输了的话 可能就是巨额罚款 非常长的刑期 如果你赢了 当心释放 他自己看来 自己觉得自己可能是没戏了 他就认罪了 在认罪协议当中 彭雪华也就是承认了2015年 在一次商务旅行时 与中国国家安全官员接触 同意收集和传递信息 交易信息最初通过电话传达 后来通过微信 在2015年的2018年期间 进行了六次交易 每次都2万美元 彭获得了3万美元的报酬 然后彭雪华说 他不知道这些设备的内容 也没有了解过 他们存储了什么信息 他只负责到一个地方 把存储信息的这些U牌 或者闪存什么的拿走 然后交给他另外一个地方的人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没有接触到任何人 也不知道内部信息 然后他收取其中的一些费用 他等于帮助 搞了6次 拿了这么个3万美元 就这么个情况 然后就是说被判刑了 他自己看这样子 他也知道这个东西 反正是敏感信息 在此我要说一下 就是说美国境内的 咱们中国的这些 咱们不说小粉红 也不说义和团 反正就这些所谓的 中党爱国人士 共产主义的战士们 还要呼吁你们要小心 美国现在 对所有的这些 在美国境内 为共产党服务的人 都是非常非常的认真 这不是奥巴马时期的 这是川普时期 去年前年是2018年 当时我们就说 我们说所谓的千人计划 已经成了入议计划 所有的在千人计划上的 这些科学家 都在美国FBI的调查命令当中 这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 有很多像张宠胜这些 干脆就跳楼自杀了 还有一些就是说被抓的 被驱逐出境的 被判刑的 被取消了学校的一切的待遇 然后被学校开除的 都非常的多 我昨天也看到了一个视频 有在美国留学的 一些咱们的这一些的 共产主义的小战士们 说实话 我觉得你没有碰上对的 会弄的 你现在都已经坐牢了 对吧 你不信 你干嘛不让你跟我来一次 你试试 对吧 我们什么也不说 拿打铁911 就直接报警 对不对 我被共产党派人袭击了 不就完了 你不就等着就可以 你现在对吧 你想一想 目前整个从美到上 从美国从上到下 是什么意思 对吧 对这些共产主义的战士们 对不对 你对吧 反正好吧 4年3万美元的罚款 这还是签了认罪协议 如果没签 是吧 可能更长 还有你不要跟彭也华比 彭也华他已经入籍了 他2012年9月入籍 他是美国公民 所以他虽然被判刑 虽然被罚款了 他坐牢 坐牢出来之后 他还是该干嘛干嘛 因为他美国公民 这没办法了 公民这东西 是不可逆的 除非好像就是叛国 除非是叛国罪 但他 其实按理说 他从事这种情报人员 按理说 都可以算叛国了 不过基本上从麦卡锡实习之后 也就没有在取消美国 就曾经在麦卡锡的时期 曾经由判国罪 就取消了这种规划入籍 在那之后 就再也没有使用过 反正几十年是没有使用过了 所以对于那些中国留学生 我建议你们的小心 实际上很多时候 中国驻美大使馆给你们安排的一些任务 实际上都是 就是说打擦边球的任务 如果你在这边 我经常说 你在这边不要多了 给你半个月 行不行 半个月 一个月的一个星期 只要是行事的 在美国 按照美国的规矩 都是这样 你在这儿行事犯罪了 坐牢 坐完牢之后 马上你的签证就被取消 取消之后 坐完牢 下一班飞机就送你 就直接回去 回去之后 因为你有行事记录 在美国 永远都不要再回来了 我经常都是说 你一定要想清楚 而且美国跟西方 跟欧洲 他们是共享这种刑事犯 或者间谍犯的这些信息的 对吧 你是中国 他如果认为你是中国间谍 或者为中国政府 在美国从事一些 就是说共产主义的这种行为 因为你在美国 那是这样子 就是说 你不管你是入籍 你是什么 他都会问你 你是不是纳粹 你是不是共产党 对吧 所以只要他证明了 你是从事这种纳粹行为 或者共产党的这种行为的话 基本上 你就明白 他可能跟欧洲会共享这些信息 作为一个20世纪 或21世纪的一个年轻人 来讲 我还是那句话 你要想一想 如果你将来只能在中国发展 你永远都去不了美国 去不了欧洲的话 不管你将来做什么 你都受影响 好吧 我当然了 我还是这句话 你爸要是习近平 你当我没说 对吧 你怎么都好办 对吧 但是要是不是 所以我修过有时候 我真的我不明白 一些低级官员的小孩 虽然家里是捞了点钱 但是怎么说 你看那些裸官了 你看那些当官的 我觉得他特别容易讲道理 他年纪大了 还是他很明白 对不对 他很清楚 我在中国 我就是捞 就是捞钱 然后老婆孩子送国外 拿了国外的这些护照 拿了国外的绿卡什么的 对不对 然后把钱导到国外 我在这边做官 做的差不多呢 一白白我就撤了 我不明白 为什么有一些低级官员的 小孩们反正搞不清楚状况 回去问问你爸 是不是 你问你爸 你应该怎么处理这问题 是吧 问问老人 我那年轻人 有的时候过于容易冲动和激动 搞不清楚状况 我觉得那些中国 这些低级别的这些官员 他们自己本身 还是非常清楚 自己到底是在干什么的 对不对 就是说 你把捞 和这种认真的这种工作 要区分开 对不对 你就是借你职位 捞一笔 捞一笔就撤了 这是一条沉船 对吧 就是说大家反正在船沉之前 我能捞多少 捞多少 是吧 我觉得头脑要清醒 你要知道到底在干什么 年轻人不要冲动 好吧 这期讲到这里 好吧 谢谢大家